NAS界的神老张又回来了 这次咱是带着东西回来的 首先来给大家隆重介绍 老张一号NAS整机 很多老伙计让老张给大家做一个DIY NAS的一个清单 既然老张出手 一出手就得知道有没有 这次的老张一号NAS是上一次老张机架的儿子 他小了很多 但是他的NAS存储的功能反而提升了 并且老张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首先有提手的 然后他的结构做成了钢结构 注意看钢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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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打印碳纤维 嘎嘎结实 我就这么说吧 这绝对比咱们买的50块钱 机箱要结实 老张一号最大支持6个可抽拉式的硬盘托架 下面我预留两个空档给大家看一下 一推就可以了 最上面的EU是计算托盘单元 可以自行更换成标准的ITX主板托盘 或者3.5英寸公控主板托盘 双12厘米散热风扇设计 当然你可以自己 它是变形金刚 你可以自己拼配 比如说你不需要后置的风扇 你可以把后置风扇拿掉 那背后就依然可以加装标准的EU的托架 你可以正面也有计算单元 背面也有计算单元 你可以层叠的让它错开 甚至可以把交换机单元也放进去 为什么 因为交换机单元非常的短 它是可以错开的 所以你既可以前面装 也可以后面装 你甚至可以把上置托盘去掉 整个这个主板是可以露出来的 你还可以再加一个上置的风扇 比如说老张私藏的X47的纯红铜风扇 就是它又好看 又可以扩展 又可以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打造 我知道你关心成本 老张给你们掐纸算一算 开始 四根铁条 等我拿着词 开始 四根铁条16块5 一包螺丝8块1 3D打进只要27 老张给你算一算 一共只要51 多少 51 没有开玩笑 只要51块钱 我先来整体介绍一下老张一号NAS 首先是正面 我现在使用的是双硬盘仓位 一共两层 四个硬盘仓位 当然了如果你需要的话 第三层也可以是硬盘仓位单元 就变成了六个硬盘仓位 而我的第三层我使用的是 这次的NAS神版 加一个硬盘仓位的混合单元 那就变成了五硬盘仓位 加一个计算单元 同时空出了EU的尺寸 你可以加装任何你想要的设备 但是需要把上置风扇拆掉 然后背部脑张加装了散热风扇单元 就不说了 你可以不加装 这样更方便你插各种各样的线 整体就使用一根DC电源 就可以给所有的这套设备来供电 插个电给大家看一眼 实际效果 老张预留了小惊喜 ARGB 看好啊 我的小遥控的 悠悠暗暗 白天就得给它关了 省点电 晚上跟你那小女友 看NAS电影的时候 就给它弄开 它也看不见是吧 主板 老张已经设置为auto-arm模式 看你只要插上电 它就会自动的开机 你就说牛 不牛 OK 牛吹完了 老伙计们不是让老张准备一个 DIY NAS的手把手教程吗 今天老张给你来一个嘴对嘴教程 我们先来看看要准备的配件 首先这一堆是3D打印的老张一号NAS所需要的配件 4根4U的轨道 这些是老张打印出来的3D打印件的一个完整形态 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多的话是可以精简的 固定它们的是需要两包机架螺丝 分别是M6型号和M5型号 接下来是它的计算和存储的架构 就相当于是咱们DIY电脑的那个电脑配件 机箱电脑配件 组合的一起就形成了老张一号NAS 首先是一块非标准的3.5英寸公控主板 非标准是因为它比3.5英寸主板多出来这么一块 所以这玩意就卖不上钱 卖不上钱 这不是垃圾佬的天选之物吗 接下来我们要着重讲一下这块主板 这块主板老张捡来的价格只需要171块钱包油 它是内置了一个超低压的移动版的处理器 就是大名鼎鼎的3865U 真正能够和这个抗衡的是大概250块钱到300块钱的 勾4125 也就是老张用的这个软路油的这个处理器 为什么老张不推荐GOLD4125呢 因为GOLD4125的GPU没有这个牛 这个3865U内置HD610核显 核显解码表 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抢拿一下肯定能解4K呗 硬解市面一切4K 所以这块U就是非牛NAS圣体 没有之一 最廉价 功耗最低 它还有天生的buff 来给大家看一眼 人家自带了两个千兆网卡 虽然不是2.5G 它也有天生的bug bug在哪呢 就是它是公控主板 所以它的SATA接口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用这块主板做成一个NAS的完全体的话 你非得需要花点小钱买一个这个转接板被动散热 巨大铝拓拓做散热器 最重要的是老张给他设计了一个完全嵌入硬盘拖架 这是硬盘拖架的主板拖架 所以它未来的合体状态是完全隐身状态 掌声 内存容量随意 一个迷你SATA接口的飞牛系统盘 一个迷你PCIE转SATA接口的转接板 两口的30多 四口的50多 然后要解决硬盘的供电问题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DC接口 转SATA供电接口的一个转接板 大概30多DC电源 你家的各种垃圾的角落 什么坏掉的各种电器设备都会有这个东西 我准备的是12V 12.5A 一块硬盘你按照15W到20W来估算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次第供电 因为我们是全DC结构 所以还需要一根DC转DC一分多的电源线 三四块钱搞定 然后这次老张使用的依然是华为的最便宜的 3.5英寸硬盘支架 一个大概是五块五毛钱 接下来咱们手把手开装 首先来安装老张一号的机架部分 首先老张设计了一个一体式的底架 底架它拥有一个四平八稳的样子 背后是可以贴防震脚贴的架 然后安装四个固定轴 中央头盘 提手 上顶盖 老张花费时间35分钟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 这次为了节省大家的成本 前面的固定螺丝 侧面的固定螺丝 全部换成了普通的两块钱一袋的螺丝 所以你的成本可以低到令人发指 这都是标准螺丝 咱们一切准备就绪 显示器整上 高级电工给老张留下的这个网线 给它整上 显示器 我怎么没看见显示器呢 这不大显示器吗 你管这叫显示器 插电 开机 完全自动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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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地址OK 然后这台主板什么都不用设置 几乎完全可以自动兼容 OK 咱们的三块硬盘 双网口 英特尔3865U 七代处理器 双核双线程 1.8GHz 没问题 老张捡的这个8G2133低频的DDR4内存 没问题 牛X出来了 英特尔HD610核显 USB外接存储 正常 磁盘读写性能 没问题 飞牛影视 硬解情况 直接识别出 英特尔HD610显卡 硬解 开启 没问题 那咱们直接给大家 在网页端放一段 老张最爱 现在是服务器端硬解 拖动播放 171块钱 哇塞 飞牛影视圣体 现在是三块硬盘 两个12厘米的风扇 全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待机功耗 因为是硬解 所以你播放视频也大概就这样的 30瓦之内 老张是不是太懂你们了 63.5硬盘仓位 支持3.5英寸标准公控主板 3.5英寸非标公控主板 ITX主板 整体的成本 我大概算一算 不带硬盘 350块钱搞定 老张你太要强了 你这要堵住所有人的嘴啊 那可不嘛 毕竟咱是 那大世界的 是什么 是什么 什么 做 digo 还不赶 forget 订阅